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松山区副经理李焕中立长表示 问卷调查发现约有33.3%共享运据使用者 有降低购买机车的意愿 19%减少使用自有机车 因此提出共享机车专用停车格专案计划 强化共享机车借缓点的辨识性 省去寻找车位时间的便利性 吸引民众来使用 逐步降低购置私人机车的意愿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提出这样子一个想法 其实是因为我理念的话有设置U-bike 那设置U-bike之后的话呢 其实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在U-bike点 有效半径大概 大概20公尺范围内的话呢 其实约有30户到40户之间 其实住户本来他们会自购 自行车的 其实就决定不自够了 那这样子一个结果的话就让我发现说 第一个路面呢 其实民众自有自行车 然后任意停放的那个乱象减少了 那第二部分的话其实我发现说我的里民 也非常习惯去使用U-bike 来作为他们点跟点之间 然后同情啊 或者是移动 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所以说我在想说 之前的话 郝市长 郝文斌市长其实推U-bike 那我想说 就现在的蒋万事长 然后基本上对 所谓的2050 然后近零摊牌这个议题的话 其实也非常关注 所以说在4月19号的市长座谈会上面的话 我就提议说 那其实就以我副经理 做一个共享机车的一个示范基地 那其实很高兴 交通局这边 然后也愿意来支持 目标是到达到2050进行探牌 追踪率最运输嘛 那松山區我們的復頂禮儀長 禮儀長這邊有提出我們建置一個共產機車實驗基地的計劃 那示範的原因有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機車的提供有限 然後也希望我們鼓勵民眾使用我們的共產運氣 然後改善共產機車的停放秩序 所以我們從幾日起到9月30號開始 我們在這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就是復頂街的復頂街跟民生東路一段 就是復頂禮儀內 以及我們義仙路 我們新東路裡面示範我們的那個共產機車專用停車格的示範計劃 那復頂禮裡面是有12格跟6格加起來18格 然後我們的義仙路這邊是有12格 那我們現場呢除了我們的圖案上面會 地上會有標共產機車停放區之外 我們上面有一個排面 排面上面會有一個共產機車專用停放區 那我們有一個業者 WIMO業者他是在這些地方有一個P就是上面有一個P的標誌 讓民眾也可以去尋找說這就是專用的停車位這樣子 示範地點為民生東路五段 復頂街及新一區新龍里一線路 共產機車專用停車格畫有藍白雙線 並設有標誌避免民眾誤停 示範期間會觀察使用效果民眾接收度 是否提高使用共產運聚意願 再決定要不要正式實施 這些格位是專用的 那在示範期間也就是我們即日起到9月30號為止 我們會先宣導 那宣導期會到7月30號 那違規停放的機車我們都會去掛調環 就是跟民眾說 現場這邊是已經要給共產機車專用 那地上我們也有噴漬 就是共產機車專用停放區旁邊也有立排 就是避免民眾違規停放 那如果說7月30號之後 還有違規停放的車輛的話 我們就是會依規定來舉發 共產機車格是否會排擠一般的機車停車位 李幻中立長表示 觀察里內機車每日移動數約三分之一 每輛機車平均兩天移動一次 自有機車使用率不高 討論後決定取消三個汽車格 不會排擠一般的機車停放 記者温永俊 台北報導 那這個耳機就可以聽到避風的聲音來 在導覽人員解說下 信義區泳村里里長許惠蘭等人戴上耳機 仔細聆聽平常在都市裡很難聽到的聲音 殘土的聲音 水聲 鐵撞擊的聲音 水聲比較大 小鳥的聲音 小鳥聲音都聽得到 可以 很明顯 所以它代表什麼意思 大自然 燈種 緊接著在蔬食研究所料理老師教導下 信義區區長陳萬寧與里長們 排隊領取各項食材 分組製作蔬食料理 來一場創意美食大PK 這是由信義區公所所舉辦的綠色生活探索工作方 邀請里長們到執經館參觀全素食超市與餐廳 體驗五大主題區的互動展覽以及親手製作蔬食料理 希望藉此引導里長們深入探索 減速 截仁 循環利用等永續主題 未來有機會能在區裡社區落實踐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拋磚引玉的效果 希望說里長來這邊 藉由今天一個下午的工作坊 讓這個綠色的概念 能夠更升值他們的心中 那未來我們在辦理各項活動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多思考一下 其實包括說 其實我們在這邊也可以看到 他們很多的商品都盡量讓他減低這個包裝 然後甚至他們會大量的運用這個循環的餐具 或者是一些循環的取代一次性的這個餐具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蠻值得推廣的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新的概念 讓里長們他們都可以知道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里長來看到這些新的這些做法之後 可以把這些東西能夠帶到我們里內去 讓這樣環保永續的概念 可以落實在我們很多區裡活動裡面 對於區光所舉辦這樣的參訪活動 過去就曾跟慈激等單位合作過的 中行李里長林美軍覺得收穫很多 區光所他辦的這個活動我覺得是真的很好 因為由我們里長這一邊先來這一邊體驗 那這樣一個永續 然後又是一個綠環保的一個概念 我們其實以前中行李 就已經有跟慈激合作過 七月吉祥月 那間由吉祥月也可以去推廣蔬食的一個活動 然後給大家更健康的一個身體 那更環保的一個社區 新義區區長陳冠林強調 新義區是台北市的商業中心 與時尚重鎮 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 如何落實環保永續 讓市民享受律師生活 是北市府的目標 因此邀請里長擔任先驅者 深入基層以實際行動 落實環境永續 讓信義區成為永續發展社區的領頭羊 信義區 有心有力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肝病病友郭忠順先生 退休後去年第一響應肝機會全民復超活動 沒想到檢查後發現肝臟有9公分腫瘤 當天下午做電腦斷層確認是肝癌 目前已順利接受手術切除 他們舉辦今年抄了沒有的 腹部超音波還有抽血檢查 那我就在他們抽血檢查的時候 發現所有的甲腫它有蛋白到45 那後來到附近醫院先檢查 抽血在超音波在電腦斷層 後來轉進到台大醫院找喜教授來 做一系列的再檢查處理 很慶幸 我現在還站在這裡 就是感謝肝病房中心 今年抄了沒有這個活動 所以我才能在這邊 而且喜教授那邊的團隊 都是很溫馨很有愛心的服務 肝是沉默的器官 出現問題也不會疼痛 因此許多民眾有慢性肝癌問題 卻不自知 而腹部超音波就是早期發現肝癌最好的檢查工具 為加強肝病防治 肝機會與連鎖超商攜手合作 展開今年超了煤 公益募款活動 舉辦免費保肝抽血檢查 腹部超音波等服務 由專業護理師提供後續諮詢 一種是國人十大死因 這個是癌症是占第一位 那等一下在癌症 我們再分出十大癌症死因 所以我們的慢性肝病跟肝硬化 是排在國人十大死因 原來是第六位 但經過這麼多年慢慢一直下滑 到去年變成第十一位 今年是第十二位 這樣子一個情況 然後在癌症裡面再把它抽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癌症是十大死因之首 再把它抽出十大癌症死因 過去呢 是肝癌是占第一位 現在是第二位 V型肝炎來說呢 我們是有分成打疫苗世代 跟沒有打疫苗世代 也就大約是四十歲上下 四十歲以上的國人沒有打疫苗 我們的V肝代元率大概是百分之十五 也就每五到六位就有一位 那麼C肝大概百分之四 那麼如果是有打疫苗的世代 V肝代元率已經下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我們將來要努力把它歸零 所以這個是V肝 那麼大家一定想說 那已經是V肝代元 那就是不是沒有辦法 事實上這麼多年來呢 我們在治療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也就是說V肝代元呢 如果他自己都沒有發作 當然是很好 我們就繼續追蹤 如果是有發作 現在有很好的抗病毒的藥物 可以來控制這個病情 讓他不要從慢性肝炎 走到肝硬化肝癌 那事實上呢 跟一般正常人 就沒有什麼大的差別 只是一定要定期追蹤 衛福部次長周志浩 也到場力挺公益活動 表示肝病已經是台灣國病 雖然慢性肝病死亡率 近年略有下降 但仍是一大挑戰 我們今天肝癌這裡面的話 還是我們癌症的第二名 還是我們癌症的第二名 每一年至少去年 有7700多位民眾 因為肝癌而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然後呢另外的還有另外的 每年到去年有3800個人左右 那是因為我們慢性的肝病 而這樣的喪失寶貴生命 這樣整個加起來的時候 我們去年就有一萬一千五百多位 民眾因為肝的疾病 而失去了幸運 如果我們把十大使因 用這個數字來排名的話 它可以排到第六名耶 所以說肝病是果病 現在威脅還是非常的大 那因此呢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把它控制下來 今年超了眉 今年超了眉公益募款活動 還特別邀請青春洋溢的 啦啦隊拍攝宣導短片 藉由簡潔有力的口號 呼籲民眾了解腹部超音波 對肝病防治的重要性 今年超了眉 超了眉你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超音波了眉 超音波了眉 今年你有尋找腹部超音波了眉 如果你每一年到定期做 部部超音波的話也可以 發現膽囊肝臟胰臟 如果有疾病還有腎臟 如果有疾病還有腎臟 如果有疾病的話都可以提早 發現提早治療喔 不錯不錯 什麼動作比較有連結性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有做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指腹部超音波的意思 就是找這一塊這樣 喔是這個意思 對對對 然後第二個還有就是我們還有做 對對對這邊 這個是我們這樣一排一排這樣走 就是有點在象徵火車的感覺 對篩檢列車 喔篩檢列車 大家一起加油跟上來對不對 好好好 肝機會希望透過更多的篩檢活動 傳遞正確的保肝知識 也希望民眾捐款協助肝機會 繼續推動防治到治療的相關活動或計劃 早日消滅肝病 記者林奇惠 台北報導 犯人員在現場搜索查扣相關證物 刑事局日前借貨情資 有自毒集團在新北盧洲設置廠房 以麻醉藥品依脫米籽作為原料 製作分裝電子煙蛋 在雙北極基隆地區進行販售 行事局方面說明偵犯經過 很大隊是於日前借貨情資 自犯毒集團於新北市盧洲地區 設置毒品分裝廠 經追查發現 掌握祖賢為新北地區的成性男子 成賢所屬集團 在新北市盧洲地區 以麻醉藥品依脫米籽作為原料 製造分裝電子煙蛋 流通於雙北基隆地區 並進行販售從中來牟利 案件專案小組規劃部署查氣成賢等人道案 警方共查扣485公克的依脫米籽 及煙油與加熱儀器等 預計可製作出1600顆電子煙蛋 市價約480萬元 由於俗稱上頭電子煙的依脫米籽 在吸食後 會無法思考及控制身體 出現異常顫抖等情況 又具有成癮性 法務部已經在今年6月13日 召開毒審會 決議將其列管為第三級毒品 預計9月正式公告列冠 因為依脫米籽本身是化學藥品 那它的施用之後的藥效呢 會產生得非常快 但是藥效持續的時間也非常的短 那會造成施用者會在不經意間 就不間斷地持續施用 對身體的健康還有心理的健康 都會造成巨大的危害 還有巨大的成癮性 警方調查發現 陳新祖賢還要求下游買家 要以兩倍於成本的價格販售 以免打壞煙蛋市場行情 涉嫌人他有要求下游的買家 在買售這個煙蛋之後 要零售出去給使用者 價格不可以低於成本價的兩倍 以免打壞這個煙蛋的行情 在市面的價錢跟行情 刑事局已經將陳新祖賢等市人 以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及藥事法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同時將持續追查相關來源 不讓毒品危害國人健康 記者張祁騰 台北報導 內湖科技園區的交通問題 一直是市政難題 北市府協同內科協會 以及公車業者開闢新的 內科到南港軟體園區的路線 市長蔣灣出席通車典禮 但藉此降低兩地之間的車流量 我們全台灣第一個 民間投資的都市計畫的典範 我想每一年所創造的產值 不斷的攀升 所以未來產業的發展 內科結合南軟 以及我們未來北市的 絕對是重中之重 我們致力打造一個科技老大 所以這邊不只是匯聚非常多的科技產業 我想未來我們相關的投資也會不斷的涌入 包括去年台塑總部的進駐 以及威剛總部大樓的落成啟用 再加上上個月我們完成 類伍區談美段和偽創的 提倡權標授的簽約儀式 我想我們不管是大力的招商 吸引投資 推動產業發展 都有具體的成果 那當然除了讓產業蓬勃發展 打造科技狼帶 經濟能夠全面提升 更重要 我們如何打造一個優質的產業發展環境 能夠讓這邊工作上班 推動產業發展的很多民眾 能夠享受優質的體驗 我想這也是我們重要的政策方向 所以內科的交通如何改善 一直是我們施政的重中之重 我上任一週內 我就到內科來實際視察 瞭解整個問題狀況 所以也成立了輔接專業小組 擬定了短中長期的計劃 包含一開始路口進空增加見景率 另外我們透過很多路行工程的改善 不管是瑞光路353項 佐治道的規劃 另外包括雜道的建設 以及大家關心捷運工環段的新建進度 目前也已經完成的西部設計正在招標 我們希望 預計在年底可以正式的動工 我想總總這些 我們都不斷的努力 我們認為我們要找方法 是找借口 所以目前我們平均分封 時段相關通勤的時間 已經下降了6%到13% 有具體成果 但我們認為還要再努力 我相信最近有來內伍的 都會感覺到交通切實改善 尤其於我們內科媒體企業很多 我相信他們一定在跑新聞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體驗得到 內科交通 我說實在 因為我也是在內科裡面 我每天看著交通 我可以看到彩虹槳 所以我很明顯的感覺到 內科的交通真的改變 這個我要特別感謝 我們蔣花安市長 在這一年都來 帶領的事務團隊 也跟我們內科開國和市值的會議 我們所得到的結果 那今天 雙眼的80來騎回 開通開車 今天看到各位汽車的大老闆都來了 就代表非常重視 我相信這一條內科跟藍卵的同車行為發送 我相信一定會舒軟的 讓內科的交通更順暢 內科協會一直是 台北市政府跟我們企業代表的橋樑 其實我們從一接任來 我們就對內部的交通 我們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鼓勵企業 來做ESG一地運輸的計畫 也鼓勵企業 來鼓勵人工 我們來檢探存者的一個方式 我們募集已經募集到一百多家 講完直言 內科交通要能夠徹底解決並不容易 但目前也確實出現了具體成效 交通局每週監測 觀察到目前平均可以讓通勤時間 縮短降低至6%到13% 會持續推動短中長期計畫 所以包括我們甚至對於捷運車廂的改造 或不斷班具 希望提高整個承載量 來緩解尖峰時段通勤民眾他們的壓力 等等這些我們都不斷地在推出 包含今天的雙元公車 我們也是經過事前的問卷調查 走訪企業以及公運處 透過我們之間公車女士的大數據分析 了解到確實有這樣的需求 我想平均每天有1700人士 不只是有空情的需求 還有園區內外業務交流的需要 所以我們這次規劃路線 也是採用跳蛙公車的路線 可以透過APP事先預約 另外我們也提供相關的誘引 包括結合台北市內的公車路線 我們有雙向轉成半價的優惠 另外我們也謝謝優卡公司 我們把這一次雙元公車 納入到我的減碳存值方案裡 也就是所有的民眾通勤族 每天搭乘我們的雙元公車 可以累積公里數 換算成我們每天減少的碳排放 就會有優惠好理 所以我們很高興 也很感謝我們內科協會 我們公車業者大家共同的享受 結合市府我們三方的努力 可以讓雙元公車今天正式上路 當然也要謝謝我們辛苦的業者夥伴 大家共同努力提供優質的服務 讓所有的通勤民眾享受優質的體驗 北市府透過公車業者的刷卡數據 問眷並實地走訪200多家內科及男軟企業 發現每日會有約1700人次會在兩地王返 因此結合了10家公車業者 共同開闢新路線 未來也會是營運狀況彈性調整公車路線 記者問居台北報道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品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兩隊選手奮力揮拍有了遊網互不相浪 兩隊選手奮力揮拍有了遊網互不相浪 羽球賽現場吸引了近百位愛好羽球的國小學童 組隊報名參加發起這項比賽活動的 南港區里長連會會長 育成里長黃聰志希望推廣社區活動 發展全民體育 也在暑假期間鼓勵小朋友多多運動 我們希望社區也是形成一個推廣活動的軸帶 有任何社區活動大家一起來 今天來到現場也是所有的我們這個 承辦單位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都有來到現場 樂於看到社區全發展推廣全民體育 大家每個人都鍛鍊強健的禮貨 我們這次小學的中年級跟高年級組 是第一次是第一屆 然後往後會陸續推廣下去 剛剛講的三對三籃球去年10月是第一屆 然後南港區這邊都有一些體育的賽事 會陸續推廣下去 首次舉辦的南港盃國小雨球賽 也播得南港區體育會 及台北科大獅子會等單位的支持與肯定 我們體育會 當來一定是全力來協助 也感謝我們房地長這麼用心 在里社區的機場活動 這麼用心幫小朋友幫活動 這是我們體育會 應該協助房地長做的事情 尤其由家族發起 已經邁入第52屆 吸引近5000人 共22國選手參加了知名羽球比賽 清晨杯的台北科大獅子會 常務監視吳俊雄更大力贊助 因為他認為 羽球運動不分年齡都可參與 更有助家庭和樂 值得大力倡導 不僅提供比賽場地更協助促成 南港運動中心方面也期盼與社區深化合作 鼓勵市民不分年齡 一起讓運動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 運動中心就是以在地的居民為主 還有外面的一些民眾 那當然我們要推廣我們南港區 其實多辦理活動 讓民眾知道這邊的一個場地 然後多多來參與 然後也來協助台北市的市長 蔣萬安市長這邊來推很多的一個運動政策 感覺上好像運動中心只是一個硬體的建築物 但是事實上我們也是一個軟體的服務 我們不僅是歡迎大家進來購票運動以外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個方式 能夠讓運動在你的生活中 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生活型態 讓你在生活中忘不了運動 運動也不會遺棄你 所以我們歡迎我們南港區的里民區民 大家一起來南港運動中心運動 抽空前來為小選手加油打氣的 立法員李彥秀則表示 為了提供台北市民足夠的運動場地 他計畫與熱愛運動的 台北市長蔣萬安合作 在每個行政區催生第二座運動中心 其中內湖區方面已經有規劃基地 南港區也正在評估幾個合適地點 過去當市議員的時候 也跟蔣萬安市長做過溝通 也希望每一區能夠有第二座運動中心 現在一區一所運動中心 已經有當時擔任市長的時候推動的 我覺得運動風氣越來越新盛 我們也希望每一區公有的土地 應該想辦法 我們趕快來找基地來推動第二運動中心 目前其實內務區已經有基地了 南港區其實 我也跟里四川副長溝通了幾個地點 我們也希望推動運動中心 能夠讓運動的人口更多 加會我們台北試試 經過激烈的競賽 四組中高年級 男雙女雙的冠軍隊伍紛出爐 主辦的育成里長黃聰志表示 未來將持續舉辦南港杯國小羽球賽 希望讓羽球運動向下扎根 也讓參加選手與陪同家長 享受夏日親子美好時光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 台北市長蔣萬安與衛生局長陳彥源 以及醫事團體代表拉開彩帶 宣布113年慢性病防治系列活動 正式開跑 為維護市民健康及強化健康行為養成 今年衛生局西首勢力聯合醫院 共同推動成人預防保健 另外再加碼市民六項健康檢查 照顧市民健康 112年我們有做過一個調查 全國十大死因當中 有七項都是慢性病 那已經成年52年十大死因的榜首 第一名還是癌症 所以怎麼樣透過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能夠來確保民眾的生命健康 我想這就是變成我們 各項政策推動非常重要的一環 年滿40歲就可以享受 三年一次的免費成人健檢 我們會提供六項免費的檢查項目 而這六項裡面 包含包括尿酸 包含其他可能檢測出糖尿病 腎臟癌等各項的檢測項目 我們就是希望提供這樣的免費檢測 讓民眾可以了解或是及早知道身體的狀況 如果有問題有需要即刻治療 馬上發現馬上給予協助 所以我想這項的六項免費的檢測 確實可以在更多項目上面 來確保民眾的健康安全 衛生局長陳彥源表示 三高疾病初期通常沒有明顯症狀 民眾較不易察覺 容易忽略前場的風險 目前國健署提供年滿40歲以上民眾 每三年一次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透過定期健檢早期發現 可大幅降低慢性病帶來的危害 藝人高一齡也鼓勵沒有接受檢查的民眾 一定要多加利用 市政府有提供這樣很棒的健康檢查 年齡範圍之內的歡迎大家一定要來加入好不好 健檢的部分 現在因為國民的普遍的健康是醫師在提升 所以接受健檢的比例也足見在增加 而且各醫院現在都逐漸的把兩天一夜等等 這種健康檢查的模式 安排成一天內就可以做完 在流程上都已經相當的順暢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這個所謂的成人健檢 它其實已經都安排好了 就是說現在跟我們衛生局 在合作的醫院 那已經把這些流程都優化得很好 那也就是前一天 之前要先跟醫療醫院所預約 對 唸完之後前一天開始要空腹八小時 對 那隔天呢 就可以帶著你的健保卡跟身份證 然後就到醫療院說 抽個血液跟鳥就結束了 凡涉及台北市40至64歲市民 符合檢查資格者 10月底前至市立聯合醫院 接受成人健檢可免費享有尿素蛋、尿酸、 糖化血色素、全血細胞技術、 甲狀腺刺激素及CA199 腫瘤標記等六項價值 約1000元的加碼補助項目 另外12月31日前 參與台北健康養成劑相關活動 就可以參加抽獎 總獎項超過35萬元 參與活動越多 中獎機會越大 民眾可千萬不能錯過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35歲的嚴先生協助家中窗簾裝潢工作 月薪指領最低基本工資 為了增加收入也身兼多份工作 包括跑外送及保險經紀人 希望盡量開園至少要能養得起自己 雖然我住在家裡 然後不用付房租 可是每個月還要給家裡錢 然後再加上三餐在外面吃 然後因為我做外送 那個車子一個月 就要花了大概六七千保養 然後每天加油 這樣子一個月一萬美了 然後還有就是娛樂費 對那這樣加加減減的話 就是如果只做一份工作的話 其實是蠻不夠用的 就是因為我常常吃外食 然後便當原本 排骨便當85 然後慢慢變成90 95 甚至有一些會到100 對就其實蠻有感 物價一直在上漲 基本上我裝潢是跟家裡做 所以基本公司這一塊 對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然後外送這一塊 也是看一單多少錢 也跟基本公司沒有影響 然後保險也是賣什麼樣的保單 有不一樣的佣金 對那其實這三個工作 都基本上跟那個基本公司 就是調不調長沒有太大的關係 頂大一夜的林先生 現年40歲 因為沒有一技之長 常年都只能做勞力性質的工作 月薪就是基本工資 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元 但扣除勞健保後 實領兩萬六千四百元 林先生感嘆通膨下錢 真的是越來越薄 更早之前我做過的 還有做物流 那場主 那因為我退伍之後 本來是有打算要從後大學 把學歷補回來這一塊 但是因為家裡突然發生變故 所以這一塊一直沒有補回來 所以變成照我 當時剛好退伍之後 是遇到金融海嘯的時候 還有當時我也生病 那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 那再重新返回職場的時候 已經是30 那本身也沒有什麼專長 那其實越到過這個年紀 一樣的工作的話 一般的公司會 當然我願意 花時間挑年輕人 因為體力也比較好 那可塑性也比較高 這樣 所以那因為什麼 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 所以也做過餐飲業啊 那創作跟物流 是佔我最多時間的 那其實說實話 這個東西 這份工作 基本上就是二不死 但你真的要存錢 是非常困難的 有時候工時並沒有很穩定 檔期的時候貨就很多 低檔的時候就很少 那你長期下來 沒辦法穩定規劃的存錢 那你的身體的狀況 也沒辦法長期 在一個穩定的情況下 去做任何後續的規劃 所以其實賺下來的錢 我覺得大概好像滿多 都交給醫療費 就是這樣子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指出 有82.7%的上班族 認同調高基本工資 認為有助於保障弱勢勞工 及打工族 但同時也擔心 引起負面效應 公布像我們這次的調查結果 那根據我們調查顯示呢 有超過八成三的上班族 是肯定調高基本工資 對於保障弱勢族群 或是打工族的權益 但同時他們也會擔心 會造成反面的效應 比如說因為調高基本工資 結果導致物價上漲 讓他們的生活成本墊高 那或者是呢 因為調高基本工資 讓這個企業的獲利被壓縮 因此排擠到自己加薪的機會 以及企業為了節省開支 可能會欲缺不補 讓自己的工作量增加 那根據我們調查顯示 有九成以上的上班族 覺得對於自己的薪資 是不太滿意的 那他們希望政府 可以幫忙解決的薪資痛點 排名第一的呢 就是長期薪資停滯不前 再來是希望可以政府幫忙 抑制過高的房價房租 以及電價跟物價 雖然呢主機總處 預計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是會成長超過3%的 然後另外呢 我們的景氣燈號也是轉好 但是其實我們目前的景氣狀況 大部分呢 是集中在科技業 還有金融業的部分 所以呢 其他產業的人可能會覺得 自己沒有享受到 經濟成長的紅利 但是卻必須要共同負擔物價 還有通膨成長的結果 提高基本工資 保障到的是我們比較基層 或是比較弱勢族群 或是打工族的權益 那對於大部分的小資族 他的薪水可能高於 基本工資一些些 但是又處於長期停滯 沒有被調漲的這個族群的人 他們確實會感受到物價的夹殺 還有薪資不漲的這個雙重打擊 曾仲威表示 對於更多領著略高於基本工資 但薪水又上不去的小資族而言 在薪資停滯及通貨膨脹雙面夹殺下 期盼立法規範獲利企業 必須提拨年度盈餘一定比例 用來幫助員工加薪 才能逐漸走出 國內薪資長期停滯的窘境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 侵權機上核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品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核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核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海外的民眾 海外的民眾 西方街 市門街 西方街 162巷社區道路 路邊停滿車輛 看似整齊排放 但走到另一側 卻變成這樣 那因為這區域呢 是私人土地的關係 所以甚至有這個沒有車牌的車輛 停放在這邊來導致一個 可能會發生一些社會秩序的 一個安全問題 私人土地上被民眾長期佔用 地主設置高私牌提醒 還有的車輛大牌都不見了 車子一停就是好幾個月 沒有人行道 那因為長期的話 因為這邊是私人 就是等於說是私人道路 那其實兩邊的話 人車會一起所以蠻危險的 一旦停車了 這道路就限縮了 那大家下班回來 如果是坐公車的人 他其實公車不會進來 那他只能從外面這樣走上來 那加上路燈又昏暗了 這一定是陸陸續續會發生 社區停車亂象 夜晚車道被占用 行人根本無法通行 這個月2號 一名富人走在路上 遭到後方機車追撞 導致肋骨斷裂 他是斷掉兩個肋骨 他是往後撞 那我回頭 我知道撞車了 那那個機車 機車是往左往上衝 他也倒地 倒地了大概20分鐘以後 他大概才醒過來 眼看大小車禍 層出不窮 新豐街162項 三個社區管委會 在市議員許諦慈召集下 邀請了市政府 消防局警察局 地震處等單位 現場會刊 要求市政府公權力介入 發射禁止臨時停車線 防止車輛佔用道路 一開始我們是很容忍 我們是很期待 可是到最後已經變成亂象的時候 已經就是沒辦法接受了 怎麼說 因為已經就你所看到的 所有的混亂 還有造成最近陸續的車禍 已經不是一起了 大大小小 應該在這個月 都已經兩三次了 都逢向的停 旁邊的停都停得滿滿 只剩下一個車道 一個一部車子的人行 人呢 人齁 人齁就 有時候就很 沒有人行道 就跟車子 真心恐怖 但是這邊跟公共通行 已經長達15年之久 而且交通亂象頻繁 包含違規停車 甚至是還有民眾 因為佔車位而有戶歐的情形 那三年前甚至發生一起重大車禍 因為違規停車占用了一半以上的道路 導致後車追撞 然後導致民眾肋骨斷裂 那因為這附近的一個停車亂象 是因為沒有辦法合法的 劃設交通標線所制 但是依據停車場法第15條 主管機關有權利在影響人車通行 公共安全時來維持停車秩序 那也依據我們基隆市 禁止臨時停車的 交通標線畫制的程序辦法規定 民意代表可以在需要畫設 交通標線的地點來辦理會刊 要求交通單位還有交通處 來辦理交通標線的一個合法畫設 市議員徐月池強調 社區道路已經提供民眾 通行長達15年以上 市安撫空權力應該介入 畫設禁止臨時停車線 讓居民進出通行 避免因為違規亂象 增加受傷的風險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這邊基隆又躲雨 所以一旦下來 3 1 2 3 來 人愛國小 三排挑戰您 好 穿好 非常好 暑假來臨 人愛國小首創騎單車的 山海挑戰營 在校長陳立國 跟退休校長彭麗琪 還有專業騎乘教練的帶領下 師生從基隆出發 前往新北樓門營地 進行三天兩夜的速營活動 這次還特別邀請人愛國小畢業 目前就讀高中 跟剛生大一的學長姐們擔任隊輔 帶領學弟妹學習團隊合作 跟自我挑戰 這個挑戰是非常有意義的 是在基隆市跟人愛國小 都是首發團 都是首創的騎腳踏車 從我們人愛國小 一直到福隆的龍門營地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 最可貴的是 由我們的青年領袖志工 也就是高中的畢業校友 回來帶領我們國小畢業的 六年級跟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的同學 一起來接受這樣的一個挑戰 相信會在他們的人生記憶中 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那我來自成功高中 也是人愛國小的校友 那今年二月呢 我受到人愛國小老師的邀請 回來人愛國小就是 帶領學弟學妹去做營隊這樣子 也很感謝現在的校長 跟前校長彭校長 就是有他們的資源 還有他們的人脈 我們才有辦法促成這次的活動 讓我們的學弟學妹們 當然還有我們自己 可以遠離3C 然後就是一起到戶外去看看 第一次接到有這個志工團隊訓練的事情的時候 就覺得很興奮 然後也很期待說 我們可以給這些學弟妹們 人愛的學弟妹們 一個很好的營隊體驗 就之前也是有跟家人去騎那種U-bike之類的 就想說這次的挑戰應該 對我來說應該沒問題 想說就做一個挑戰 就給自己一個經驗 行程有專業的設計 我們的領騎是由我們一日北高的總一 就是最快速度的騎車手 然後在隊伍的後面 也另外會有專業的車手來陪伴 每一個小隊當中都有三位輔導員 另外在隨車有我們的保母車 如果小朋友騎不動了 真的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們會讓車子上保母車 然後人員就有另外的接駁車來做接送 所以務必做到安全滴水不漏 這次營隊能夠順利成行 校長特別感謝仁愛國小校友王鴻明董事長 積極回饋支持母校 這個活動之所以能夠成行 要特別感謝我們學校的畢業校友王鴻明董事長 他為我們學校成立了一個 為基隆成立一個性美教育基金會 那這個基金會從2022年來開始開創 那2022年他套內了我們學校 大概20萬的經費辦理各項活動 那2023年成長了一倍到40萬左右 那今年2024年成長的幅度已經跨到99萬多總經費 所以當然是辦理各項活動 但是我們這次山海挑戰營就需要的總經費30幾萬 全部都是由我們信美教育基金會來提供 這是我離開燃愛的時候跟信美基金會提出來的一個方案 那因為我覺得基隆呢 我們有很多照顧弱勢孩子的一些方案 但是對於培養未來領袖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學校比較缺乏的 那我們這個山海挑戰營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培養未來的領袖公民 所以包含了我們的畢業生還有我們的栽校生 一起進行的這個山海挑戰 那相信這三天的活動呢 都可以帶給孩子滿滿的收穫 首創的山海挑戰營由就讀高中的學長姐 帶領國小的學弟妹們共同參與完成 象徵一代接一代的學習經驗傳承 更凝聚了仁愛國小大家庭深厚的情感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某眼停音投籃一次投進超厲害 友善籃框2024巡迴推廣活動 進入建德國小與正兵國小 設計以互動遊戲 單手投籃比賽等多元互動的方式 讓孩子們親身體驗生長弱勢面對的挑戰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知道說彼此之間更有同理心 然後願意打開自己的心房 去跟不同於自己的人一起去合作 然後一起去從事活動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未來孩子們也可以多尊重我們的弱勢朋友 或者是照顧我們身邊需要被照顧的人 那就是真的很感謝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然後見德國小可以享受到 這樣子好的一個宣導的課程 活動中也介紹獨臂球員Kevin Oteros 努力成為美國大學籃球聯賽第一位生長球員的勵志故事 就是覺得很感動 就是因為他只有一隻手 然後他沒有放棄 他就一直投籃 他沒有放棄下籃球 不放棄的勵志故事展現勇敢追夢 也學習同理心 活動倡議在台灣各籃球場中 每六個籃框設立一個友善籃框 透過一個友善籃框的標誌的設計 讓孩子們知道說其實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一些孩子 他是有需要這樣子的一個設置的 那當然這個他就是一個起點 他可以擴及到生活的其他層面 推動公益平權的實際行動 期望能夠實現社會的永續發展目標 使運動場成為真正平等友善的公共空間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海保署署長陸曉雲 親自帶領46名前海戰將下水近海 並串聯24處近海前哨站 在全國20處海域同步進行近海活動 總計動員全國前海戰將272名 清除海費超過450公斤 這個其實是今天的成果 那目前台灣有38家的前哨站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加入前哨站 然後可以透過前哨站相關的活動 去做集張集點 那也讓更多愛海的朋友 可以一起幫我們補海的海洋 解決海洋廢棄物的問題 需要多管齊下 鼓勵大眾一同守護海洋 實現海洋保育及資源永續的目標 記者蔡小君 基隆報導 包括心臟外科使用的周邊血管檢查儀 抽彈用的負壓主機系統 以及自動體外電擊器等多項重要的醫療器材 總價值664萬元 由高齡98歲的慶安宮主委童勇 帶領副主委林景吉 以及總幹事張盧松等人 特地到三種基隆分院 製政這些醫療器材 由三種基隆分院院長 陳香成上校代表收下 童勇希望三種基隆分院的醫生們 可以善用這些醫療器材 救助更多需要的人 所以就很高興 所以既然教育這些 這些要做醫療器材 很辛苦 所以我們媽祖主婦 所以有這麼無奈的名字 要求既然教育八十 不是求我 不是求大家 所以大家辛苦 所以感謝我們的教授 很關心 要有這個處女給你支持 才有今天 所以我們繼續教授 清安宮主委童勇 也特地感謝三種醫生們 在前陣子治療好 他個人的社護腺問題 而對於清安宮發揮 給人罵的大愛 製政三種基隆分院醫療器材 國防部海軍常務次長 黃宥明中將 代表三種表達由衷的感謝 在清安宮童主委 以及全體委員的大力支持下 此次捐贈的醫療裝備 共計有14項19件 總金額更達到664萬余元 相信這對基隆分院的醫療量能來說 必是如虎天意 大大強化了醫院 在執行緊急醫療救護 以及社區健康照護的功能 進而照顧基隆的鄉親們 將優質的醫療服務 以照護品質深入在地社區的各個角落 出席這場捐贈典禮的還包括 國防部軍醫局局長蔡建松中將 三軍總醫院院長弘以仁少將等人 捐贈儀式後 慶安宮主委童永一行人 也開心的和參加儀式的所有醫護 以及行政人員來個大合照 感謝大家的照顧和辛苦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暖暖區地內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林黃輝 執行長邱梅萍 以及地內里長林錦榮和暖暖區公所科長 一起站在永齡基金會捐贈的新車前 開心介紹 由於鴻海科技集團暨永齡基金會創辦人 郭台銘董事長 之前曾經到基隆暖暖區的地內社區發展協會參觀 肯定社區發展協會照顧銀法長者的用心 同時高度肯定社區善用愛心食物銀行 供應其他區愛心食物銀行 以及社區關懷協會等單位 分送相關食物和生活物資 給全市將近一千戶弱勢民眾的績效和愛心 因此特地以永齡基金會的名義 製贈新型休旅車一台 給地內社區發展協會 泰幻愛心食物銀行原本已經老舊運送物資的專車 協助協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永齡基金會創辦人 郭董事長 他當初來地內社區 他發覺我們真的有在服務長輩 然後照顧弱勢 所以他就答應說要捐贈一台物資車給我們地內食物銀行做使用 那很感謝他 那可以再更擴大的為基隆鄉親還有對方這邊的鄉親做服務 謝謝 地內社區發展協會執行長邱梅平也不浪費時間 立刻開著新的運送物資專車到各個地點分送食物和物資 也分享郭董和永齡基金會 支持愛心食物銀行的善舉 讓愛持續正向循環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畫面上是社團法人基隆市生命線協會 跟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 共同主辦的心理健康講座 特別邀請前市議員 也是專業的諮商心理學博士王省之 跟警察同仁分享執念與轉念 基隆市生命線協會理事長 同時也是尼可美麗醫學事業集團董事長的白宥雲說 自己也是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辦事處主任 希望透過這場講座 幫助援警面對壓力 調適身心 議長佟子偉也相當肯定講座的舉辦 我個人來講 我在很多年前 很多事情我都會想不開 而且會鑽領腳尖 甚至有時候鑽領腳尖 晚上都睡不著覺 但是我後面也接觸了 因為就是精神科醫師 或者心理學諮詢師 我們共同來討論的結果 其實好壞的事情 都在自己的心的一面之間 很多事情如果遇到有一些瓶頸 你認為是壞事的事情 你就轉個鏈 所以其實這次用轉念真的是很恰當 你轉念的話你就把它轉為 這是對我人生的一種考驗 那又增加你一些歷練 當你以後又碰到這件事情 你認為其實沒有什麼事 其實好壞的事情是都在心裡的一面之間 我們也希望 我能夠帶給我們所有的朋友們 就是說大家都有一個快樂的 激起的人生觀 所以我才 剛好我們的副局長 他對這方面也很注重 也很關心我們的 我們的警察同仁們 所以他也建議說 是不是來辦一場精神這樣講座 有建議我們警察同仁的工作特性 常常面臨很大的工作的壓力 還有工作的危險性 也容易會有一些的挫折 那我想我們在工作中或生活中 我們警察同仁的心理的調適 非常的重要 我們不僅重視我們 警察同仁身體的健康 我想心理的健康 是要受到重視 我們署長上任之後 也非常重視這個區域 我想我們就顯應這樣的政策 那希望我們同仁 都有一個健康的身心 非常謝謝我們這個尼可美麗的白總裁 他同時也是我們第一分局辦事處的主任 同時也是生命線基隆的理事長 所以他特別舉辦了一個宣講的活動 請生命線協會來請講師來特別邀請 我們分局的所有主管跟幹部來做一個講席 我想現在警察的工作同仁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從包山包海 我想心理層面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壓力 透過生命線的講座可以讓我們 警察同仁紓解壓力 要謝謝我們社會三星人士白傑 這樣努力的為社會付出 我想這樣子的講師 一定對我們警察同仁有一定的幫助 我們現在也看到非常多的警察同仁 在很多勤募的壓力之下 然後包含我們今天也看到很多 生命線的朋友的志工一起來 希望能夠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好 更祥和的同時 到底如何讓他的助人專業 可以在整個大的社會結構變遷之下 還可以順利的往前推動 這件事情我想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因應多元複雜的社會環境 基隆市生命線協會理事長白又雲說 未來也不排除舉辦巡迴講座 讓更多的警察受益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祝您一切平安 請進去 五中間 前蠻 仍然 不知 也慢 一直 在靠空 女状 在捏 武器 原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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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